游福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生肖命格的人 一輩子都有人幫 貴人運很好 一輩子有人幫的話 我想沒有限定在哪個生肖 每個生肖都有可能 只是說有的多 有的少 有的這種強烈 有的比較淡一點 所以今天關於這種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一輩子都有人幫 我是用介紹一種叫 皇帝局來做個說明 先說叫皇帝局 對 這是古時候盲人用的算命方法 因為古時候盲人 他沒有辦法學八字 當然有 當然比較困難 學八字只會都比較難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秘籍 就是盲人自己師徒之間 一代一代交下來的秘籍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算命方法 那今天我講這皇帝局 就是屬於他們的秘籍之一 是特別盲人的秘籍 他叫皇帝局的意思就是說 他把分成春夏秋冬 例如說春天的皇帝 夏天 秋天 冬天 一共有四張 然後這一套秘籍呢 他不要看 不是看生肖 他只要是看你出生的 月份跟時間 月份就看你是春天 春天就是農曆的一二三月嘛 夏天就是農曆的四五六月 然後出生在什麼時間 例如說我們看一下春天的這一章 一共有四張 四張都不一樣 以春天的這張來講的話 你如果是出生在紫時 早上最早 紫時出生的話 你就出生在皇帝頭 如果你是出生在 卯時有時的話 你就出生在皇帝間 如果你是四時未時的話 你就皇帝的手等等 等等下去 看你十二個時辰 出生在哪一個地方 那一樣春天夏天 例如說這夏天 如果他是要五十 就出生在皇帝的頭 等等一共四張不一樣的頭 那得到這個出生不同之後 他就有一個詩 這是一個 這個太小字了 我就把它打得大字一點 我們看一下 如果出生在皇帝頭的話 命最好 出生皇帝頭的話 你大概都是公侯 富貴 那出生在皇帝手的話 就符合我們今天的 一生中多有人幫忙 再下去還有出生皇帝的肩 肚子 或者他的腳 膝蓋等等之類 所以我今天就把這一個 特別提到 一生中多有人幫忙的 他是在皇帝局裡面 是出生在皇帝的手 我先看一下我們下面這邊 那皇帝的腳 有比皇帝的手命 基本上上面的會比較好 越上面越好 看你春夏秋冬不同 就是春夏秋冬 如果出生在頭的會是最好 大概都是剛剛講 都是宰相將軍什麼之類的 那手當然還算不錯 越來就可能就越差了 因為人類命運多少有顯變化 可是皇帝最爽應該是 那也不一定 我們這皇帝是一個形容詞 叫皇帝局 那你覺得是哪裡 皇帝應該皇帝口吧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只集中在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的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手 就是說這邊寫著 身在皇帝手出外貴人多 世事得相助 飲抹錢財有 就是他到處都有收到人家幫忙 當然他自然生活方面 錢財方面就不錯了 好 到底哪些人會身在皇帝手的呢 我們看一下 春天的話 春天就是農曆一二三月的人 他如果出生在未時跟四時 未時就是下午一點到三點 四時是上午九點到十一點 這些人他就出生在皇帝手 其實是夏天 夏天就是農曆的四五六月 四五六月呢 出生在醜時跟四時 醜時就是上午的一點到三點 四時就是上午的九點到十一點 再下去是秋天 秋天就是農曆的七八月 九月生的人 七八九月生的人 他這跟上面一樣 是醜時跟四時 就是上午的一點到三點 跟上午的九點到十一點 最後還有冬天生的人 如果冬天你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生的人 那什麼時間呢 五時跟亥時 五就是中午嘛 早上十一點到下午的一點 那亥時呢 就是晚上的九點到十一點 這一些符合這些條件的人呢 就在皇帝局裡面呢 他剛好身在皇帝手 所以他的命運就是現在下面我所寫的 一生中貴人多 有人幫忙 在自然那個淫謀錢財就 源源不斷地而來 好 那這是一個 古獸呢 在明清之間 盲人論命的一種秘籍 從這表格裡面看得出來 看你春夏秋冬 生在什麼時間 得到頭還是手還是腳還是肚子 老師像我是農曆五月的五十生 那是在哪裡啊 農曆的話呢 五月那就是所謂的 你真是皇帝頭耶 你夏季皇帝頭五十 你是夏天嘛 五十就是皇帝頭 皇帝頭就是命最好富貴的 好準喔 現在頭的都最好 富貴肥 你真的好大大 你是寺候皇帝頭 是皇帝頭的命 不用寺候皇帝頭 幫湯哥看一下 我是農曆是四月 四月是夏天 十成應該是早上九點到十一點 就是手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一個 就是完全符合我們這一個 就是皇帝手 就是現在的皇帝手 就是我們一輩子都有貴人 出外貴人多 世事得相助 迎抹錢才有 這就是你的命 看起來 那我們把這張公布在我們密號碗的 臉書粉絲團 自己可以查一下 但是聽起來 康哥是皇帝手嘛 他貴人很多 可是我發現是他變成別人的貴人比較多 通常也算啊 因為他自助人助 我們幫助人家幫助我 他幫了好多人 彼此這樣子的 通常命運都是這樣子的 是